本来陈时中是老三 现在变成了老二 就是说他超越了黄珊珊 那从黄珊珊的选票里面 我们就发现 黄珊珊的选票是流向了陈时中 就是证明陈时中跟黄珊珊的选票是普通的 那至于蒋万安 他为什么他会调的那么多 是不是跟他最近讲话一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我们讲到了民调 TVBS在11月1号 好 他公布了一份民调 这个是最新的民调 就是蒋万安的民调是37 掉了三个百分点 陈时中是27 上升了六个百分点 那黄珊珊是21 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本来陈时中是老三 现在变成了老二 就是说他超越了黄珊珊 那从黄珊珊的选票里面 我们就发现 黄珊珊的选票是流向了陈时中 就是证明陈时中跟黄珊珊的选票是胡同的 那至于蒋万安 他为什么他会掉了那么多 是不是跟他最近讲话有关 或者跟他过于乐观有关 我们只能说 就是说 蒋万安掉了六个的百分点 他几乎是发生在绿营的基本盘 还有蒋万安自己的本命区 因为蒋万安 他本身就是中山跟信义 就是接老的地方 好 松山几个地方 还有部分的士林区域 就是整个中山区 是蒋万安 他经营的区域 他也输给了陈时中一到两个百分点 那我们现在讲12个选区的选票 就是蒋万安 他仍然在 大安 文山 信义 松山 这几个区域 他维持了他的优势 但是陈时中也回过神来 他在 北投士林 大同 松山 他也 慢慢的选票回笼 但是他跟蒋万安在这几个区域 他其实他差别不大 他只赢蒋万安一两个百分点 那当然 我们再来看 其他的摇摆区 中正万华 他是输给了 蒋万安 那至于松山 好 至于松山 内湖南港 陈时中 过去是民进党的基本盘的区域 虽然他是摇摆区 可是他的盘势是绿大于来 他在内湖南港松山 这三个摇摆区 通通通通都输给了蒋万安 所以12个选区里面 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蒋万安他在他本命区里面 他还是保有优势 那现在就是说 来看 黄珊 黄珊他的本命区是在内湖南港区 现在他内湖南港 这两个地方还有一个万华区 这三个地方 他都输给了蒋万安跟陈时中 那从黄珊珊的三个区 谈陈时中的本命区 谈陈时中的本命区 其实陈时中的本命区 对于所谓的领先 是在误差范围之以内 没有全面性的甩开 蒋万安跟黄珊珊的纠缠 那我们看这个整个盘势 我们就必须要理解到 就是蒋万安 他必须要深入到一个绿营地区 尤其是大同区 必须要作为一个指标 那中山区是你的选区 那蒋万安更该注意经营 各位去看现在蔡英文 他两次庙口开讲 他都进入到了蓝云的本命区 就是蓝云基本盘的地方 像文山等这些区域 都是蓝云的优势区 那蔡英文现在他拼命插旗 他的插旗呢 就是打蓝云的基本的票仓 那我们看现在民进党的一些打法 事实上你不能说他错 他至少先进入到蓝云的基本盘 他再回 他再回过头来雇本 就是他的基本盘的区域 北投四零 大中中山 就是说中山区未来极有可能 蒋万安如果再不经营的话 极有可能会以些微的差速 造成他自己基本盘的不保 那看完这些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选区的经营 蒋万安这个时候 他应该要静下心来 除了准备11月5号的政策辩论以外 那11月5号的政策辩论 我在网路平台跟视频 我都已经讲过了 是蒋万安他表现了机会 对陈时中对黄珊珊来讲 大概影响不大 但是对蒋万安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从选区的经营 我们就谈到了一个选举的概念 这个选举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一个候选人 他连他自己本命区他都不保的话 他想要取胜必然是产胜 而不是大胜 那陈时中也是如此 陈时中的本命区也被攻陷过一段时间 那现在就靠民进党的拉抬 而不是一个陈时中个人的魅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台北市这一场选局 还有24天 还有24天 那蒋万安他唯一的做法 一定要伸根顾本 然后去维持他42%的优势 然后力增45% 他才能够笃定